还看不见 那我上上头去啊 这人看见不 还看不见呢 那我只能上天了 将就一点吧 是什么好消息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火红年代嘎嘜汤店 是我的 对吧 对 那么我马上就要把它对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儿子 就是黄小娟的二儿子 他把我调到嘎嘜汤店 连锁店的味觉总监了 我升职了 掌声鼓励一下 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来照顾这个店了 因此说我想把它对出去 有没有想对这个店的 欢迎前来掐谈 有 有 有吗 天老弟 天老弟 还有我呀 长哥了我呀 天老弟 我想对这个店 你上来说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下来 你赢了 我赢了 不是你刚才说啥 我说我想对这个店 不是不是这句 前面那句 前老弟 你怎么能叫我前老弟呢 我说你属什么 我属大狼狗的 完了 我属出一不计 比我小以赛 叫你老弟正好 那你不能叫我老弟 那我叫什么 那我问你 你管华尔泉叫什么 大姑 那我跟华尔泉的关系 你知道吧 那俩现在正尬了着呢 等会儿 等会儿 什么叫尬了着 我们那都是都跟我说 搞对象的意思 就是尬了着 那既然你知道 我跟你黄尔泉大姑 正尬了着呢 那你应该管我叫大姑 你怎么能管 大姑叫老弟呢 你长辈一点都不分刀 你什么孩子你这是 行行行了 不对给你 赶紧走 赶紧走啊 站住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大姑父 你这么说话 对我的态度对吗 大姑父 我跟你讲的大姑父 你对我大姑父 停停停 大姑父 我听他叫我大姑 我怎么那么恶心你 行行行 这样啊 知错必改 就是好孩子 谢谢大姑 乖乖啊 你这样 你先回去等着 我得考虑考虑 行不行 你放心 我肯定拿你当重点 好不好 你先回去听信啊 我都白叫大姑父了 轻轻轻轻轻 轻轻轻 轻轻 等会儿等会儿 你怎么来了 你这店要往外对腰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看我这是啥 这个 这不是我这店里的钥匙吗 对对对 这不是我店里的执照吗 对 你给偷去了 这可不是 这不能叫偷 我明白了 俗话说得好 马瘦毛长蹄子肥 儿子偷爹不叫贼 咱这是大坨儿子小坨爸爸呗 不是 我说的话你还没明白 就是说肯定是我儿子 钱顺风偷去的 然后给你的 才对了 对吧 看见没 这执照也在我这 钥匙也在我这 这样 这是两万块钱定期 你拿好 这店就我的了 慢走啊 什么叫这店就你的了 我什么意思 已经有人提前把定金交了 谁呀 老王 老王不行 你怎么能把店都给老王呢 为什么 关系就不行啊 咱俩啥关系 咱是一家人的 你儿子钱顺风是我岳父 咱们 等会儿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你是我儿子钱顺风的岳父吧 你跟我咋说 咱们是一家人的 你能眼睁正的看我退休在家 待着闲着没事吧 一天闲着无鸡六寿的吗 不行那得我先来后到 我怎么好说好商量不行 是不是 我问你 你儿媳妇我们家二米利尔小名叫什么 二驴子 知道她这驴随谁不 随谁 哎 我告诉你我要是鸡眼 我比驴还驴呢 你不是你 走 我那 行行行 停停停 算我怕你了行不行 啊 你说 怎么跟那个老王说呀 这事啊 你就直说 不太好了 必须得想个办法 对 让老王主动的把这个店让给你 懂吗 有这办法吗 你就你这至少 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还得靠我的聪明的小脑瓜 你想想 我想想我想想 哎呀用什么办法能让他 有了 你说 一会儿你去找老王把他叫来啊 咱就说我这个电视知识问答有讲对电 到时候我出三道题 完了你跟他抢答啊 但是你不要抢过他 一定要让他让他先答啊 头两道题都是孩子都会的 很简单第三道题很难 是吗 我一定要出一个打死他都答不来的题 行吗 这就是咱俩给他挖个坑吗 对就给他挖个坑 深点挖 深点挖 我找老王去 没问题去吧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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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坑 街坑邻居吗 难题来了 我亲家老饭也要对这个店 老王头也要对这个店 老饭这辈子根本就没做过饭 他精英不好这个店 因为老王呢 毕竟过去我们会战的时候去搬过厨 嘎嘎汤做的老好吃了 所以说大家帮我筹过主意啊 那个到底是老饭头可以对这个店的 还是老王头可以对这个店 来来一百七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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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乱的 这样 同意老饭头堆电的请鼓掌 同意老王头堆电的请鼓掌 行了 谢谢街坊邻居 我心里有数了 老王来了 是老王来了 小二也来了 小二也来了 你牵着灯里有你啥事啊 快回去吧 快爷爷 你也要当老板了 不得有个保镖吗 你滚一个变子去吧 保什么镖保镖 要保保他 你看这个镖 那个这么快就考虑好了 我没有考虑好 事情有所变化 怎么怎么呢 我外面想到我亲家老饭头也要对这个店 你看你也要对他也要对 我很为难 这不就更起哄吗 所以为了公平竞争 我出过主意 咱们知识问答 有奖对电 来 答不答 答 别人我不敢干 您我不敢 答 初听 答 很好 答 很有勇气 答 是吧 对吧 抢答 请见底 我们火红年代 嘎嘎汤 用的水不是一般的水 是很讲究的水 有两个选项 A 矿泉水 B 洗发水 请回答 不红黄泉水 不红黄泉水 太对了 哈哈哈 耶 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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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坐下坐下坐下 也就是说 这个嘎嘎汤店 现在你已经拿到三分之一的经营权了 太好了 范爷爷范爷 问啊 问啊 问 我们嘎嘎汤店 用什么样的食用油 两个选项 A 大豆油 B 你敢油 请回答 爷爷 还想啥呀 多简单答呀 快答呀 啥准 我帕斯坑啊 别老师坑 你怎么想干嘛 我的啊 我等一会儿 又没抢过他 我抢来了吗 你抢来了抢来了 我抢来了 我抢来了 我就想啊 这个鱼盖油 要是做嘎嘎汤 他肯定性啊 对不对 大豆油 哎 富红大豆油 回他们去 耶 哈哈哈 来来来 听讲 不要客气 哈哈哈 哎呀 小老范你坐下吧 哈哈哈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拿到这个嘎嘎汤店精权的百分之六十了啊 这个可有一样啊 这个第三道题如果你答不对 嗯 闲染样得的奖品你都得拿回来 哈哈哈 我下一道题我要搭不上来 这两样都还得给你啊 对 对 我既留永退不答了 哎哎哎哎哎哎 不行 必须得拿 我告诉你啊 第三道题奖品 比这丰厚多了 对 丰厚多多 什么奖品 我啥也没了 你没了 谁有 谁有 奖品 我这两万块钱 你答对了 归你 答 你啊 两万块钱你答 别吵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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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一下啊 这个第三道题比这两道题还难吗 你放心 就第三题就打死你都能打上来 哎呀那打打打打打了 快说 打打 请请你 哈哈哈哈 问 富宏矿泉水 和富宏大斗友 有什么优点 请回答 爷爷 打呀多简单呢 打呀 打什么打呀 比那两道题难多了 哈哈哈哈 拿过来 拿过来 这么拿 这就不料理 你这个得拿回来 拿什么大块 对 对 打不打 打不打 我还没打呢 你怎么就我打不上来 你能打上来吗 我当然打上来 你打 富宏大斗友 取出健康来 奇采矿泉水 人称 富宏矿泉 饮水四元 回答完美 回答下去 耶 爷爷 谁打到哪天 亏你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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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钱都是你的了 哎呀 我点呗 哎呀 哎呀 太好了 你现在就是我命 哎呀 哎呀 我怎么 怎么感觉我丢点东西呢 你丢啥了 一个钥匙 一个执照 还有两万块钱 他哪是丢了 你让老王给赢去了 哈哈哈哈 你不跟我说 你那第三道题 打死他他也打不上来吗 关键不没 关键不没打死他吗 嘿嘿 我跟你说啊 嘿嘿 哎嘿嘿嘿嘿 老全 昨天晚上跟我说了 叫我了 哈哈哈哈 我 行老全 你给我挖肩子是吗 那个范爷爷 老别的没用了 你少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老王 哎你别告诉我 你别告诉我 现在我是总经理 哎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话 和我秘书我算了他 你有数字是吗 怎么没有人呗 那个范爷爷 你不是没有人 你可以找人 对不对 不是我吹奥 谁要来了 在我王老千面前 我都让他爬着出去 王老千你说话说话不 说话 谁来了不好使 谁来了 我都让他爬着出去 爸 爸 哎 这啥呢这是 你看爸 怎么了 男子汉大丈夫说爬 咱就得爬呀 哎呦这个脸 爸 你猜你就在这呢 那个对店的事 跟我前叔谈咋样了 不是你现在就 问问王小倩 他对我对 对店这个事什么态度 那个我的态度是啥呢 钱爷爷把这个店 对给范爷爷 我是赞同的 哎 王小倩 啥玩你赞同啊 这店是你的啊 你说给这就给谁啊 我还告诉你 这个店我就对给老王了 谢谢 谢谢大姑父 因为大姑父 谢谢你大姑父 大姑父 老王 我明白了 我没输给你 怎么了 我输给你姑了 庆家 你别怪我叫庆家 庆家不好使 一百个庆家 也顶不上人家有一个风韵犹存的姑 行了庆家 我认识你了 你姓钱 姓别男 爱好姑 爸 其实我觉得这个店啊 对给我王叔挺合适 什么你王叔啊 他是你前叔的侄儿 叫大哥 哦大哥 别闹 等会儿 等会儿 大爷爷 小米里面管我爷爷叫大哥啊 我叫他啥呀 我告诉你 你王小倩 从今天起 就是小甲鱼变蛤蟆 啥意思明白没 没明白 没辈儿了 小甲鱼变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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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难 你别着我 站着 老范 我真不知道你你你你你对这个店这么伤心吗 要这样 我 这老钱我退出 我退出 给老范 我我从信里说给老范 给老范 好吧 咱不论的 老范 老范大哥 喂 你说心里话 记住啊 一定要掏心窝的是我 你为什么要对这店呢 我这退休 在家待着寂寞 你寂寞 你有老王寂寞吗 你回到家里 有三个姑娘两个姑爷围着你一转 他有吗 你回到家里 有个胖口呼的老伴照顾你 他有吗 你回到家里 左边是外孙子 右边是外孙女 他有吗 他不有那孙子吗 可那个孙子 天天长在你家也不走啊 哎 钱一说你也知道 专赶饭点来 那不吃撑都不带走的 我明白了 老王啊 老王 我庆祭坐着对 这个店应该对给你 没事没事 原谅我啊 没事 我这纯属是饱汉子不止恶汉子鸡 你这么一说就我没法回答你的 我忘记了 行了 咱说点正经的吧 老范大哥 来 过来 这钱你拿过去 老王 这个嘎嘴汤店就归你了 你拿着 你拿着 快点 而且对这个店 你不用拿一分钱 赔了 算我老钱的 挣了 算你的 听我说 我相信你老王 你会把这嘎嘴汤店经得很好 而且是我们社区当中 一个很好 很幸福 很快乐 相聚朋友的一个平台 是吧 这个行 你别哭了 哭啥呀你 别哭 啊 男人哭什么 我呢 马上就去上任了 你也知道 连锁店的味觉总监 啊 那个 我不一定啥时候来抽查你这个店 看这个好吃不好吃啊 幻影 幻影 热烈幻影 行了 同志们 我走了 再见啊 再见大姑父 哎 收拾能补贴 哎 好 接收收拾您 大姑父 慢走 王总 王老板 那个商点事呗 有什么事啊 你看你已经是店里老板了 嗯嗯嗯 你能不能给我们家解决一个当服务员的名额 一点问题没有 谢谢了 你家必须得出一个服务员 好好好 但是你得回答我一道问题 啥问题啊 你有两个选择 啊啊啊 哎 你老伴 B 老米太太 这我得好好想一想 那你慢慢想 哎 我老伴 B 老米太太 这俩不是一个人吗 你这老家伙 你不要我 你就支持我呗 哎 哎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嘿 快乐是个感到 谁奔赏谁就海陪 大你也哼 爱你也哼 爱你也哼 想你也哼 想你也哼 伍子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